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次的版本更新呢是更新了整个大地图的容貌给大家测试去玩 但是棋子并没有更新 然后本次的话作者是把所有的棋子都补齐了 并且呢也是完善了上次一些家族的名系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人员的详细列表里面 可以仔细看到 我们可以点开埃兹拉斯 因为大多数玩家可能对联盟人比较熟悉 像电影里面也是以联盟人故事线开始的 那么也看到目前的一个国王的话是莱恩乌瑞恩 还是比较英俊潇洒的还没有资料 然后我们下面的话是那个安杜因 安杜因洛萨 但是洛萨不是有头发的吗 是我记错了吗兄弟们 这个光头 然后看一下顾世线的话 瓦王也是刚出生 那比我们晚一些的阿尔萨斯 是比瓦王小的 现在应该也是还在 对吧 还没有出生 现在的话我们也看不到我们所谓的大孝子了 也期待后面的故事线玩到后面 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动 这边还没有测试玩到 然后但我们这边可以吸引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精灵 克拉斯这边的话是没有变动的 作者也在discord上说 下一步要做的是精灵 那我当时以为说 要把整个模型做出来 其实只是他的那个 没有把原版的有改变 现在你看我们的猛蜀格 居然还是没有变动了 在奎拉斯精灵里边 基本上他的所有人物都没有变动 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下一步应该是整改这一个 那就相当于整一个地图的 所有的家族名气 全部都是更改完了 那么再来看看我们装备这边 然后这一些套的装备的话 是我之前上一个版本 以及上上个版本 就可以看要我回顾要我第一和第二部视频 我都已经有给大家展示过了 但现在更新的是什么 更新的是骷髅一个装备 虽然说很不雅观 但是没办法只能脱掉了好吧 我们气也先给它脱掉 这边更新了一个骷髅身体 我们看模型 就是你 看啥看的 没见过这么帅气的光头吗 更新了一套骷髅装 然后我们可以自由给它搭配 但是你看这个头的模型的话 是人脸在里面 所以说它其实不兼容了 其他的应该是可以兼容 你看像这类的可以兼容 但是其实它那个头还是凸出来的 没有做好 所以骷髅的话一般是 应该是没放出来 不开作弊的话是看不到了 正常的话是能看到的是这一套 这是最新家的一整套 是不是特别像那个黑风骑士 死亡骑士像DK那一套装扮 再给它配个大斧子之类的 对你看这就很有味道 这也是给玩家能在游戏中的话 也是有可以扮演坏人的机会 因为这边的话 同时也是加到了一些亡灵的部队 待会也可以给大家展示 先给大家把那个武器这些展示完 然后这边的话同时也是增加了 你看这边已经乱码了 这边已经乱码了 然后增加的是一个爱泽拉斯之剑 之前的话可能大家看到的是 看了一下我第一个版本的话 那剑的话模型是另外一样子的 但现在改成了这样子会比较贴实一点 然后这边是新增了一个精灵的剑 可能玩魔术世界的人会比较熟 或者是其实玩魔术之霸的人也比较熟 就是那个雪精灵的那个步兵对吧 我记得是雪精灵暂时他的那个刀 那个剑 然后他再做出来了 下一步的话盾牌区在discord上也可以看到 做出来了 这边的话只不过是先把剑加进来了 我们来找一下 像法杖 法杖的话是属于远程武器 我们看到是属于弩的属性 但我这边因为没有加熟练度 所以说看不到 然后还加了一个火枪 火枪也是弩的熟练度 但这个枪怎么撤膜插到我身体里边了 到后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好吧 那我们进入下一步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新增加的一个人物模型 然后本次更新呢 也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增加的一个种族 那就骷髅头人 好玩 然后这边的话是把劫匪换成了一个骷髅的模型 但是声音并没有变动 我们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实战展示 来看一下 然后这些骷髅的话就会游荡到世界各地 然后就像平时我们看到劫匪一样在游荡 然后其实战斗里的话 主要是可以看到画面中是带着弓的 但实际上也是有近战的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可能普通刚开始玩家 如果说要测试完的话 不介意马上去打骷髅头 可能会比较 死的比较惨一些 好你们停在这里 让我先去看一眼 好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新武器 就是我们的火枪 可以看我手里拿的 但它这个模型没有做好 所以说看上去的话就是 手里拿着石头弹药 但是枪的话是免得来的 所以说还要修改 所以并没有放出来 主要是刚好作弊模式是能看得到的 好你可以看到 阿骷髅头已经开始进攻了 我来试一发 哎 还是弩了一个声音 还射空了 好这边可以看到 已经切成近战模式了 砍到他们 哎哎哎哎 那砍到的声音都是 那个劫匪的声音 劫匪的声音 为了给大家贴近来看好吧 我们就不要管什么战斗观感了 哎呦 你看还是很凶猛的 就相对感觉有点像 露灵战士的一个 Livory等级 只不过是他们并没有护甲 因为刚好都是骷髅人嘛 然后士气也比较容易崩溃 你看现在就崩溃了 然后刚好给我们试验啊 我们那个大刀 你们的尝试真的很长啊 我觉得下次正式加个精力 里面精力应该是 得到死士级的加强好吧 打人 打这骷髅还掉血 而不磕血 到底掉的是我的血 还是你们的血啊 然后像玩家关注的 这个地形的一个 纹理处理问题啊 然后作者也是在 慢慢去改变地理的一个纹理了 然后也希望大家慢慢可以等待 毕竟这个大截图 很快放出来的话 也是 赶工型的作品吧 只能这么说 细节的方面 还需要到调整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作者 做出了一些调整的图 好吧 大家也可以慢慢去期待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儿了 然后肯定会有机会问了 怎么线这么短呢 我这个也不知道啊 因为确实 作者更新的东西比较少 特别是看一下我前面 两期的视频的话 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一些内容 我都已经有讲解完了 本次的一个更新呢 总结给大家两点 也就是更新了大截图的一些旗帜 把更新出来了 然后更新完善了一下 那个家族人员的名细 第二个话就更新了一些模型 像我们看到的骷髅人的模型 还有一些装备的纹理 都是加入进来了 主要还是有很多错误 还需要作者去修正 那么还有其我会问了 那这个魔兽模组呢 什么时候会出汉化呢 那这一点的话 当然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的老朋友拉里 也私聊过我 说什么时候可以汉化 这个魔兽这个模组 我是这样回复的 因为毕竟这个模组的话 还是属于在测试阶段 并且作者的话 更新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虽然说它很积极 但是项目组不是特别大 这也导致了这个模组 更新了一个进展问题 所以说等到这个模组 稍微更加完善一些些 我也会邀请到拉里 跟作者对接 去做一个基本的文理汉化 那有一点更为离谱了 要分享给大家的事情 就是这个作者还是一名学生 然后目前因为资金的一些缺乏 然后他现在已经去麦当劳兼职了 边在兼职 然后边去做模组 然后他也在Discode上 去给我们透露了 就是说他速率在苦 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话 没有太多资金 去购买更多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像音乐的一些许可 还有一些文理的许可 因为他们的项目组的话 只有他和几个 用爱发电的一些玩家 去做的 所以说想要更多人加入的话 目前按照他这个进程的话来说 确实人可能比较少一些了 也希望如果说带有实力的话 可以多多去赞助一下他 本期视频呢 总体的话就到这里了 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给我来一个大大的点赞 或一键三连好吧 你们的鼓励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是令德小明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